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所介绍的是这个大数据分析里面的分类分析方法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演算法 那这个演算法 它的名称叫做C4.5演算法 好了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C4.5演算法 那这个演算法呢 所开发的这个人叫做Ross Quinlan 他在1993年开发了这个角色素的演算法 那这个演算法呢 它是透过当你的资料中 有一个栏位是以之类别目标的情况下 那我们透过这个资料中的其他属性 还有这个属性的特征 去了解说怎么样的属性 然后什么样的特征的情况下 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分类结果 然后呢 最后根据就是多笔资料 所建立出来的一个分类结果呢 我们去建立一个分类预测模型 然后将这个预测模型呢 以视觉化的Decision Tree 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那所谓的Decision Tree呢 这个决策数 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透影片的右下角 大概就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数 来呈现这个决策的结果 这样可以让分析者更容易去理解 你的整个这个分析过程中的分类结果 那么这个Decision Tree呢 它本身也是一种语义数 什么叫语义数 所谓的语义就是人 它可以去透过文字 或是叙述来解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 因为它是一个语义的方式嘛 所以呢 你们图像化的决策数的结果呢 其实也可以化成 用if then 类似这样的一个语义的方式 来描述说你的这个决策结果是怎么样 来控制你的这个数的结构呢 还有你的这个数每一个会影响分类结果的节点 然后来推论当有新的资料进入的时候 然后描述它 描述它为什么属于这个类别 我们等一下稍后会去介绍 这个语义数透过决策数的方式 然后转为语义数的话 可能会长什么样子 好 那这是一个决策数的这个简单的范例 那简单来说呢 这棵角色树 基本上它是一个范例 在说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让网友会想要见你 就是会想要见网友 就是网友会同意跟你见面 这样的一个范例 那在一个角色树里面呢 基本上会包含几个部分 几个部分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棵树呢 一定会有一个最上面的那一层 那个节点 那个节点我们叫root 那这个root呢 可以理解成在整个分类过程中 所有的属性影响最重最大的那一个 那个属性 就是所谓的root节点 那往下呢 会有一些次要的 第三重要的 一路往下等等的 这些其他会有影响的属性呢 在整个树里面我们会叫做node 叫做node 那相对的 如果一个node 或者是一个root 它都代表我们整份资料里面的属性 那每一个属性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特征 存放在你的这个资料里面 所以呢 比如说 这个数来看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root 或者是node 它的属性名称叫做年龄 那这个年龄里面呢 它会存放几个特征 一个是大于等于30岁 一个是小于30岁 那这个就是等于是 这个属性它的特征 那我们再来看收入 如果它也是一个属性的话 那收入里面存放的资料 可能会有低收入 中收入 或者是高收入 那这个高中低呢 本身也是收入的这个特征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node 或者是root 跟结点的这个特征 栏位的特征 根据这个特征呢 变成我们的branch 就是枝干 透过这个枝干 来发现说 你的这个分类结果 应该要走哪一个路径 应该要符合哪一个特征 才能往下走下一条路径 好 所以呢 最后最后 我们目标呢 就是要找出 在什么样的特征情况下 什么样的属性 有比较巨大的影响的情况下 以及在什么样的特征的情况下 会造就这样的一个分类结果 所以我们最终想要看的是 它的分类结果 是什么 所以这个分类结果 当然就是我们的 资料里面 唯一的当成分类目标的 那个栏位里面的特征 好 那这个特征 这个分类目标里面的特征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lift 就是树叶 好 所以同样可以看到 在这边 圆形绿色的 基本上 它就是所谓的lift 好 那这个基本上 不管是不见还是见 基本上 它都是在我们的资料里面 好 属于分类目标的 这样的一个栏位 然后呢 它里面只存放了两笔特征 一个就是见 另外一个就是不见 那透过分析以后 最后可以长出一颗 这样的决策树 你就可以知道说 好 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呃 网友会去见 这个人 那怎么样情况下 会不见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一层一层的条件 来知道说 什么样的条件 会 让你有机会见到网友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刚刚有提到 我们的Decision Tree呢 它本身也是一个 语意决策树 它也是个语意树 所以呢 当我们刚刚那棵树 如果要化成一个 语意树的话 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透影片 左下角 左下角就是一个 根据我们的树 这个视觉化的树 转成语意树的情况下 它的长 它的长相 好 比如说右下角 这一个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那一张图 最上面那两个node 分别是年龄跟 长相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当年龄 大于等于30的情况下 决策树分析结果 告诉你说 只要年龄大于30 大于等于30 基本上 好见网友的这个机会就是不见 好那相对的呢 如果今天小于30的情况下 可能就要看它的另外一个属性 好叫做长相的一个属性 存放的这个资料 如果是帅呢 好那基本上 都会成功见到网友 那如果是丑的话 可能会不见 好我们就看这两层就好 好那我们今天要把这样的一个决策数 画成这个羽翼数的话 就如同左边 好那它的描述方式呢 就是 你的年龄如果小于30的情况下 你的长相要等于帅的情况下 好那 这个是否会见网友这个栏位 好这个分类目标呢 它会等于见 好其他所叙述的好就是我们最左边的 这一条路径 好这一条路 好那再来 好那再来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今天有几个live 好你 有几个year 那基本上 你应该就可以获得几条羽翼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条 第二条live 好它的描述方式就是像这样子 如果年龄等于小于30 and长相等于丑 then 是否见网友的话 就会等于不见 其实它描述的就是这一条路径 好再来最后一个结果呢 好它描述的就是右边 右边这一个大于等于30的这个路径 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用羽翼的方式 来描述整个决策数 好来让人类好去理解 它这样的分类过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棵树呢 跑出来的结果 如果资料长这个样子的话 可能就可以跑出右边这样一个结果 好这些简单的可能几笔资料 好说跑出来一棵树 我们来看一下它分类的对不对 首先呢 低笔资料 好年龄是小于30 没错吧 好所以呢 它基本上会走左边这一条 好 因为如果你的年龄如果大于30 的话理论上就应该结束了 好可是如果小于30的话 他就会继续判断说 小于30表示不表示网友都会见 好它有分析出来的结果 发现说 有一个属性 它的影响也蛮大的 这个属性呢 在是帅的情况下 基本上呢 有比较高的几率 会见网友 就是网友会跟你见面 那如果是丑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直接不见 好所以呢 它就会分析说 这个长相是属于第二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所以它就被加入到我们的第二层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收入 好如果你今天 可以进到第三层的情况下 它会帮你判断 那原则上 这个结果呢 告诉你说 你的资料呢 基本上只要年龄符合小于30岁 然后长相 如果是帅 然后收入呢 又是高的情况下 好基本上 它不是后面 以我们最左边这条路径来看 它不是后面不做分析了 是它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则 就是当这三个都满足的情况下呢 基本上可能已经高达一个 我们分析者设定的比例 基本上 这个 在这个比例下呢 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基本上 都是成功可以见到网友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没有符合这三个 其中几个符合 其中有人没有符合的情况下 那可能就要再继续看 可能下一个 好可能蛮重要的一个 蛮重要的属性特征 好那OK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好其他几笔 好比如第二笔 第二笔很快就结束了 因为他发现年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好以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大概的概念就是 你的资料里面 不管是可能10笔 这个范例资料可能只有几笔而已 如果你今天的资料可能多一点 30笔 或是50笔 或是100笔 他发现呢 基本上超过一定的 分析者设定的比例 都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只要他的年龄 大一点30的话 大部分 可能70% 80%的资料呢 是否见网友这一栏 都是不见 所以他就直接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相对的 一直有跟同学说呢 资料分析 资料探勘 或者大数据分析 基本上它都是一种预测的机器 预测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 相对的如果今天预测出来的结果是百分之百呢 其实这一条规则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价值 因为他可能代表一个真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第二条资料来看的话 因为他年龄 这个大于30岁 所以呢 后面他就不会去再做任何的相关的分析 直接告诉你说 这个结果 应该是不会见网友 好 那其他的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比如这个年龄小于30 长相是帅 然后呢 收入是中等 这个时候 以这些资料 它呈现出来的结构呢 收入是中等的 上面几个规则都符合的情况下 可是收入呢 收入是中等的情况下 可能还要再去判断一个新的属性 那这个属性的话 他判断的是职务 所以呢 如果你的职务 基本上是公务员的话 在你的这一份资料里面 大部分符合这个规则的 然后是公务员的 基本上 都会成功见到网友 那以这一笔资料来看呢 因为他是作业员 所以呢 他的资料 还是成功见到网友 这就是我刚刚同学说的 这边我是特别自己刻意设定的 这边就让同学知道说 虽然规则是长这个样子 可是呢 你们的资料呢 不会百分之百满足 不会百分之百满足 所以呢 到时候在做这个 资料分析的时候 就让同学看到 它在每一个页节点 都会呈现 有多少 你的资料里面有多少资料 符合这个规则 其中呢 有几笔资料是没有符合的 让你知道说 它部分有资料没有符合 你就可以知道说 每一条规则 每一条下来的规则 它的这个准确度大概有多少 好 那其他的这个 其他条资料的话 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资料的特征下 它在右边的规则来说 符不符合 好 那透过刚刚的所谓的 我们训练级资料 所建立出来的这样的一颗树的模型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评估 做评估的情况下 手边我们可能会有一笔测试机的资料 那这个测试机资料呢 你可以 分类目标的这个栏位 可以是直接有值的来验证说 你这样的一个模型 这样的一颗决策数准不准 也可以是像这样子 我们的分类目标栏位是没有值的 然后呢直接透过我们右边的这个 刚刚透过训练级资料所完成 或是拿到的这样的一个分类模型 来评估说这三笔测试机的资料 这个类别目标是没有值的这个测试机资料呢 它分别可能是否见网友这一栏 是见还是不见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如果今天我们直接把这个资料 这个测试机资料 位到这个模型里面的话 同意可以判断一下 它可能会评估出来 每一个资料是否会见网友 比如说我们第一笔资料 基本上年龄35岁 可以直接决定说 如果以这颗预测的模型来看的话 它会直接帮你判定说 是否见网友应该是不见 好 那如果以第二笔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年龄是小于30 OK 然后呢 长相呢是帅也OK 那它的收入是高 OK 那剩下的不需要看了 因为它已经符合了 可以长出一颗 一个资业的 一个资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我们的预测模型会判断 第二笔资料 它是否见网友 它会是见 好 然后再来第三笔也是一样 这个年龄可能是 一样小于30 长相是帅 然后呢收入是中等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要看 我们的植物这个栏位 好 那根据预测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评估结果 这个测试的结果 它应该会把 会把第三笔资料 评估为 应该是不会见网友 是网友是会不会见 好 那这个大概就是 训练级模型完成以后 在测试级上面 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那简单介绍完 这个角色树 以及这个分类模型 分类一色模型以后呢 同学可以看到 当今天它完成一棵树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是很好理解的 很好 很好被分析者 或是人类理解的 这样的一个分析结果 那相对的 我们想要学的东西是 我们要知道说 刚刚 以刚刚那棵树来看的话 为什么 年龄会在最高层 当成root节点 然后 我们的第二层是 这个 长相 然后第三层是这个 这个 收入 好 那 凭什么 我们的分类数 它的预测模型 是用这样的方式 或者是凭什么 把我们的年龄排在最高层 那它背后一定是有一定的数学 去演算它 然后最后发觉说 这个 这个属性 这个类别 或者这个特征 基本上它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它把这个属性放在最高层 然后呢 它在分这个分支的情况下 也是透过一些计算 来计算出 我要怎么样分支 才可以 就是得到就是 我们最接近我们预测结果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都需要做一些相关的计算 所以呢 既然要计算的话 就会有一些指标 所以呢 接下来就带同来认识 在我们的C4.5 角色属联算法里面呢 有哪些重要的指标 来影响说 来影响说 这整棵树里面 有哪些属性 它是属于重要的特征 重要的节点 就是比较高层的数节点 然后呢 它的分支 怎么样的指标 会让这个属性 来做这样的一个分支 好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个名称 它叫做资讯获益 英文叫Information Gain Ratio 缩写叫IGR 这个IGR值呢 基本上呢 每一个属性 都可以去算出一个IGR的值 换言之 如果你今天的资料里面 有10个栏位 其中有一个栏位 是分类目标的话 那 原则上呢 另外9个来决定是否 被归类成哪一个类别的 这样的9个属性呢 都会有一个IGR值 那这边先简单大概说明一下 这个IGR值如果算出来呢 它越大的情况下 代表呢 你这个属性 你这个栏位属性呢 它有包含的特征越多 我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像刚刚我们的 例子来看的话 长相呢 基本上它的特征只有两种 帅跟丑 那 如果收入 照我们这个资料来看的话 收入其实有三种啦 收入可能有高中低三种 代表说收入的特征 它比较丰富 它只有三种 长相只有两种 那这个时候 我们去计算IGR的情况下 照理说 收入应该会比长相高 那另一方面呢 属性它本身有的特征越多的情况下 代表它存在的资讯量 资讯量有的比较大 所以呢 它可能越有可能被 在决策书的演算过程中呢 选为是更上层 也就是更加的分类属性的 这样的一个节点 不过当然这是理论 大部分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则 可是我们做还是要透过计算 透过计算才能知道说 是不是特征越多的这个属性 它在最后decision tree出来的情况下 就是属于比较高层的 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再来我们要认识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叫做 资讯商 然后呢 它的英文叫做information entropy 这个呢 基本上呢 是代表一个资料中所包含资讯的 平均量 所以它可以理解成你的资料里面的 不确定性的总和 概念上跟刚刚的IGR类似是很类似的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的资料呢 是栏位的属性 人叫职业 那你的职业呢 如果只有分成学生跟不是学生两种 那你的商职会较小 那相对如果你今天职业是比较丰富的这个特征 比如说有学生工程师 作业员 设计师等等的 那照理说 它的entropy 这个商职应该会比较大 换言之 商职呢 如果越大的情况下 当你这个属性的商职越大的情况下 代表你的资料的不确定 不确定性一定越大 那在这个商职里面呢 其实它的描述 或者理解的话 应该说 这个资料呢 它的纯度越低 等于就是越不纯越杂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这边就稍微知道一下 那当你的属性呢 有多个特征的情况下 那刚刚有说到 商职应该会越大 代表资料会越不纯粹 那相对的 越不纯粹的资料呢 它可能用的资讯量也会越多 那相对的 导过来 我们特征较少的这个属性的情况下呢 商职会小 那资料相对会稍微纯粹一点 可是相对呢 能够揭露或是分析的资讯量也会较少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资料 你的有一个属性栏位呢 算出来你的商职是零 其实呢 代表一件事情 你的这一个栏位 其实只有 其实只有一个特征 那讲难听点 在我们的大数据分析里面 你所获得的一个栏位 只有一个特征的情况下 那往往程度上 这个栏位其实可以砍掉了 因为它没有分析价值 比如说你想要分析这个消费者行为的 相关的一个分析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 其中呢有一个栏位是一样 可能比如说职业 结果呢 你收集回来 因为可能在校内收集 结果你收集回来的资料呢 全部人 全部你的资料 都帮你填他的职业是学生 那讲难听点 职业这个栏位 就没有分析价值了 换言之呢 职业这个栏位 它的商值 它的商值 应该就是零 好那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商值怎么去计算 好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如果你今天的资料有五个栏位 然后呢 有一个栏位是分类目标的那个栏位 另外四个栏位 当然就是所谓的一般属性 一般属性 那相对的 这五个栏位呢 都可以去计算它的商值 好 因为每一个栏位基本上都有它的特征值 只是呢分类目标那个特征值 我们会叫做这个分类的结果 类似这个样子 好所以呢 当你今天要计算的是分类目标的资讯商 好我们就直接称为它叫做分类目标资讯商 好那它的计算方式呢就是 好把你每一个特征在所有的资料里面所占的比例呢 好去乘以它的一个对数 这个对数是log值 好然后呢 再把就是每一个特征乘以log值的这个结果加到一起 好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资讯商 好比如说呢 像刚刚的这个见网友的资料 如果我有十笔资料 其中呢见网友的资料一共有六笔 不见网友的资料一共有四笔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就是用十分之六去乘以这个log值 再加上十分之四去乘以log值 然后再把它们加总 所获得的值就是属于分类目标资讯商的这个商值 好那等一下我们会有范例去做这样的一个计算 那先让同学知道一下 这个值计算出来的结果呢 其实它就代表你的分类目标中呢 各种出现的特征 它所出现的不确定性的总和 不确定的总和 好换言之根据我们刚刚介绍商的这个概念呢 这个商如果算出来越大的话 代表你不确定性越大 那相对的就代表你的那个分类目标 那个栏位呢 它所有的特征是越多的 那相对的它代表就是 我们越想要把这个资料搞清楚 好怎么样的情况下 好它会属于这个分类 我们需要的讯息量就会越多 好那相对的属性呢 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分析属性呢 它也会有自己的商值 我们这边就叫做属性的资讯商 好那它的计算方式呢 基本上就是当你今天有一个栏位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长相 长相那个栏位 好不是有帅跟丑吗 好那假设帅的可能有7笔 然后丑的有3笔的情况下 那总toto的资料量就是10笔 好那相对的我们会把这个总toto的资料 我们的资料量放在我们的分母 这就是所谓的资料的总比数 然后呢 帅的7笔呢 就会放在上面 然后去乘以在这个7笔的情况下 有多少笔是见网友 这个就是最后的那个分类目标 分类目标它的那个资讯商值 好去乘以这个分类目标资讯商值 再来呢 我们就是算另外一个 一样是10笔资料 然后呢当它的这个 长相是丑的情况下 就是3笔的情况下 然后乘以在这个 这3笔的情况下 是否见网友那个栏位是见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的那个资讯商值 好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属性 它的资讯商值 好一样 等一下 好 那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资料的例子 那这个资料呢 一共包含了6个栏位 其中呢 RAD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流水号 或者是编号 所以呢 这个栏位基本上 我们在做分析之前 应该就会把它删除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计算商值的时候 好 不会去算这个RAD 这个栏位 那另外的5个栏位呢 就分别包含了一个分类目标栏位 以及4个 有属性特征的这个属性栏位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分别计算 一个分类目标的商值 以及4个属性目标的商值 好 属性类别的商值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公式怎么样计算 好 透过这个数值的带入呢 我们就可以很好理解 好 刚刚我们所介绍这个商值的公式 好 怎么样 透过把数值带进去以后 然后计算出我们的分类目标 或者是我们的属性 好的商值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主要先计算我们的分类目标的商值 公式在这边 好 那怎么样应用这个公式呢 好 首先呢你要先去理解每一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好 在分母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好 这一个公式呢 它的那个分母都是用14代表 分母所要带的这个数值呢 就是总共资料有几笔 然后再来分子的部分呢 好分别好 第一列的公式带到9 第二列公式带到5 它分别代表什么呢 好 好它分别代表的就是 在我们的分类目标中 只有两种类别 一种就是是 会购买电脑 否 不会购买电脑 好也就是只有是跟否 那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 是跟否大概有几笔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呃 是的部分我们先看 好一共有123 4 5 6 7 8 9 好总共9笔 所以呢这边的分子才会带9 那相对的我们就可以知道 否应该是只有5笔 所以呢 这边的分子会带到5 好 所以我们就透过 14分之9 然后去乘以它log值的对数 好 然后呢 呃我们的帧数用14分之9 然后减掉同样的一个组合的这样的一个公式 就是14分之5去乘以 呃 log 基本上如果它不是一个整数的情况下 我们很难 好用人脑去计算的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呢 能够算出这样一个数值 当然是因为我们透过可能 有这个所谓的log计算机 好 网络上这种公用程式 或者我们有excel的方式 好那接下来我就用excel方式来 让同学看一下 好 怎么把这个数值带出来 好 首先呢 让同学先了解一下指数跟对数 好 它的意思 那所谓的指数呢 基本上同学应该会比较好理解 好 所谓指数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一个数值的次方 好 比如说呢 2 它的5次方 也就是说5是2的指数 好 那2的5次方 它就代表32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数学式下面呢 2其实就代表所谓的底数 那5呢 就是指数 好那相对的对数是什么意思呢 好 同学看到 它跟刚上面的这一行指数的对应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同样有三个数字 就是2 32 跟5 好所以呢 当log232的情况下 代表说 要请他帮你计算说 2要几个次方以后 才会等于32 好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整数 那我们基本上人脑是可以算出来的 同样可以新算一下 好 是不是2的5次方等于32 那相对的 在excel中呢 好 log本身是有函数的 好 它可以透过你直接告诉他 呃 帧数是多少 底数是多少 那他就可以帮你算出一个log字 好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好 比如说 我现在希望他帮我计算的是 呃 底数是3好了 然后呢 帧数是81 好 那在呃 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数学试下 同样可以想想看 这基本上 你可以透过新算算出来的 好 3的几个四方会变成81呢 好 来我们看答案 如果我们今天带入一个log 好带入一个log的函数 接下来呢 用一个括号 他会告诉你需要输两个数字 好 一个叫做number 就是所谓的帧数 好所以呢 这个帧数是81 好所以呢 81 第二个参数他要你的best 就是底数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底数用3 好所以呢 我们第二个输入3 好 答案结果出来 好 是不是跟你们刚刚新算想的这个数字一样 是4 好那相对的 这是因为都是你 呃 整数或者是指数 基本上 对应下来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整数 所以呢我们人脑可以计算 相对于我们刚刚这个例子 基本上 什么 十四分之五log 十四分之九log 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不太可能计算出来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透过用Excel的公司 好 然后把你的数字带进去 来帮 请那个Excel来帮你做这个log值的计算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好 那原则上这个表格呢 就是刚刚我们 poppoint上面所呈现的这个资料的例子 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已经写好了这个几个计算 原因是 在写这个log的公式的时候 非常的 嗯 不能说困难 只能说很复杂 它的公式非常冗长 所以呢 避免同学写错 避免同学写错 所以呢 我在那边先写好了 几个分类目标 跟我们的两个属性 好 这个公式问题写好了 那剩下两个就留给同学练习的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分类目标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就已经提到了 原则上 这边的公式 就是可以带出 我们这个分类目标 它的资讯商值 那我们刚刚在poppoint上面已经看到了 这个资讯商值 分类目标的资讯商值呢 基本上会等于0.940 那公式就在这边 好 那我们刚刚解释过了 所以呢 我现在再用年龄来解释一次 好 来解释一次我们的 如果是属性的情况下 要去计算商值 它的公式应该会怎么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帽头已经写好了 好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的是 年龄的部分有几个特征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年龄有三种特征 分别是青年中年跟老年 好 那我们要一个一个来处理 好 我们先处理老年 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一共有几笔 一共有1 2 3 4 一共有5笔 好 一共有5笔 好所以呢 同样可以看到公式的第一笔 好 我们用三组公式来看 好 首先第一组在这边 好 一路到这边是所谓的第一组 好 这一组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14笔资料里面呢 有5笔是老年 其中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5个老年的这个资讯里面 其中有2笔 3笔 好 总共有3笔 他是会购买电脑的 然后呢 有另外2笔 代表他不会购买电脑 好 所以呢 这边的2 就代表我先处理了 就是不会购买电脑的 所以呢 这边的2 就代表是 是否购买电脑 这个栏位是否的 当然相对的 后面这一串 好 后面这一串 就表示说 在老年里面 会购买电脑的一共有3笔 那这样子就可以完成 老年的 好 这个 年龄里面是老年这个特征的 这个 商值的这个公式 那还没完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中年 所以呢 第二串就是中年的 好 应该到这边 应该到这边 好 为什么这么短呢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好 中年一共有4笔 好 中年一共有4笔 然后你会发现中年的4笔 都是 会购买电脑 好 都是会购买电脑 好 所以相对它的公式这边 呃 第一个头的这个公式呢 就是14分之4 去乘以呢 我们先来处理会购买电脑的 好 所以呢 这边就是4分之4 好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个也是4分之4 相对的完整的如果你是用手写的公式的情况下 后面应该会再加入一个 呃 去减掉一个4分之0 好 好去呃 呃 乘以log4分之0的 那这样带出来的话 基本上当然一样一样还是等于0 好 所以等于就是它会减掉一个0 那等于就是跟没减一样嘛 可是呢 在excel上面 你不能把这一串公式写出来 因为写出来以后 好 它会出现一个error 好 它会出现一个错误值啦 好 所以呢 没有办法做计算 好 简单来说 啊 你这样写跟呃 有增加就是4分之0这样的一个log的公式 好 基本上答案是不会变好 是不会有影响的 所以这边就把它拿掉了 好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第三组 好第三组的话当然就是 呃 青年 好那青年一共12345 好一共5笔 然后呢 有123不会购买电脑 然后有2笔会购买电脑 好所以呢 这边 好 这个5当然就代表有5笔的青年 然后呢 这边有3笔 好不会购买电脑 好这边5分之3也是 然后这个5分之2就代表有2笔会购买电脑 好 大概 透过这样的一个公式 就可以计算出来 好 年龄 这一个栏位 这个属性 他所获得的资讯商值 那这边额外提醒一下 好 你要先计算哪一个栏位 比如说我刚刚先计算老年 再计算中年 再计算青年 好 那如果你要先计算青年 再计算中年跟老年 好哪一个栏位先计算 好哪一个特征先计算 那是没有影响最后的结果的 好是绝对不会影响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好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那我要先处理 比如说青年好了 我要先处理的是青年会购买 然后再处理青年不会购买 还是先处理不会 然后再处理会 这个也是没有影响的 基本上都是不会有影响这个结果的 好那我们再看一个收入的 好那这个收入的话 基本上它就会有一个完整的公式 原因就是因为在收入里面呢 有高中低一样 跟刚刚年龄一样有三个特征 那相对的接下来的计算方式 当然就跟刚刚一样 你们要看一下高 这个比数的情况下 有多少个会购买电脑 不会购买电脑 然后带到里面去 然后中跟低 好那这边这个公式呢 比刚刚的公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公式的长度到这边 这个公式呢 长度到这边 好很明显的收入的公式 好长了一点点 那它多的那一串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收入呢 不管是高中低 都有会购买电脑 跟不会购买电脑的人 好所以呢 它会是一个完整的公式 好那 为什么要留这串给同学呢 好方便同学去做这个 后面的练习 你就不用再自己去打这一串了 因为这个太辛苦了 好而且其中有一些括号 或者是一些符号打错 基本上算出来答案就是错的 好那 因为你接下来怎么可以 要怎么应用 可以完成后面的这个 学生跟信用平等的商质呢 好那 你当然是可以把这一串 整个Ctrl C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一行 按一下ESC 好复制起来以后 按一下ESC 到这一行把它复制起来 好那原则上当然因为 我们是复制完整的公式 所以你接下来 我当然一样 不过这边就要注意 我们现在要算的是学生 好算的是学生 所以呢 你就可以透过已经复制过来的公式 好来做 这个修改 修改 修改上面的数值 来试试看 自己算这个学生的资讯商 值多少 那这边给同一个insight 好那 你在算学生跟信用平等 好透过就是直接从上面的公式 复制下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在计算的年龄或者是收入 刚刚好这两个属性都有三个特征 可是学生跟信用平等 好这两个呢 只有两个特征 所以相对的你贴下来的公式呢 基本上应该会多一串 好其中有一串 应该是要删掉的 好如果这有三串的情况下 应该有一串 应该要被删掉 好那同一可以尝试看看 好去算出学生跟信用平等的商值 好 那我们再回到同影片 好这一页呢 就是刚刚跟同一介绍过年龄的商值 如果是写在这个纸本上面 好他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好他应该长这个样子 那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Excel 好已经带的公式 那相对的下面有刚刚有我 已经用口述跟同一解释过的 好这些数值 好为什么会这样带好的原因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计算这个 属性或者是分类目标的商值的时候呢 好那目标当然就是要去计算 各个属性或是目标 好他的特征值 好有多少个来决定说 他的资料存不存 那其中呢 有一个叫做资讯获益的 好叫资讯获益的一个turn 好他的目的呢 是单纯在计算 好他在计算说 资料 资料属性 他本身的特征 好的多寡 好那 相对的好 如果你今天这个资料属性呢 他的特征越多 好也就是说像我们刚刚的年龄 或者是收入 好相较于后面的可能性别 好等等之类的 属性特征三个跟两个情况下 照理说好特征值多一点点的 他的算出来这个information gain 好就资讯获益就会比较大 那相对的在后续的可能就是资料探勘的分析里面 在做这个决策数 好的见这个决策数字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属性呢 比较有可能被选为较重要的一个分类属性 好那相对的 这位同学稍微要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这个商值呢 是不管分类目标那个栏位 或者是你有多少个属性的栏位 好基本上呢 不管是分类目标跟属性 都会有一个商值 不过呢 这个information gain 好某种程度上只有属性 好属性会有 所以呢分类目标 是不需要计算的 相对的 应该不能说不要计算 好应该是说 每一个属性的information gain 好它需要用到分类目标的商值 来做这一个属性的资讯获益的计算 好也是一样 公式的话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分类目标的商值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某一个属性的商值 好一相减 其实就是那一个属性的资讯获益 好所以呢 资讯获益非常容易计算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式 简单来说公式非常容易 好那我们就是用年龄来当成例子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 事实上呢你要算出年龄的资讯获益的话 基本上就是用分类目标的商值去减掉年龄 好所以呢这个在Excel上面你也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好来 好这边已经给同学公式了 那某种程度上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你可以直接写公式 跟他讲说呢 我用这一格好去减掉年龄这一格 那相对的你记得要在B20这边按下我们的键盘的F4 来锁所谓的相对位置 好那 原因是因为呢 那接下来你只要算了一个以后 你后面只要直接往下拉 好那每一格基本上他都会直接带入 你刚刚所写的这个公式 就是用分类目标的商值去减掉那一个属性的商值 好那相对的同学你这边要先完成计算 那你这边的资讯获益 就是Gain这个值 好才可以获得正确的值 好那我们再回来介绍下一个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 好那下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它叫做内在资讯 好它这个指标呢是在考虑说当你今天透过这个属性 来做这个决策数分分裂的情况下 所谓的分裂就是分出好几个旁枝 好比如说我用 性别把它分成男一个枝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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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枝 跟女这样的一个数枝 好这样子叫做讯息分裂 好那基本上 这个内在资讯呢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分裂的时候 你要采用哪一个资料的特征属性 好来产生分支 还有呢这样分支的情况下 每一个特征的分支 它的数量的信息 其实就是资料笔数的信息 好跟尺寸的信息 好那尺寸的话概念上就是你这棵树 到底有多庞大 好因为有些特征可能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好有些属性的特征会少一点点 好所以呢 这个内在资讯呢本身又可以叫做分裂信息量 好 然后呢它的这一个 呃 参数的代码好 参数的这个表示方式是这样子 好 Spread info 然后看你要哪一个属性 好 A就是代表你的A那个属性 好类似这个样子 好 那公式 好看起来公式也是一样 稍微小复杂 一样我们用刚刚的资料去带好 你就会知道说我要带怎么样的资讯 好可以把每一个属性的内在资讯算出来 好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哦 一样是刚刚那个资料 好我们一样用年龄 好当成我们的例子 可以看到呢 好一共有三组 好这个log的公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 呃里面分别包含了三种数字 那14我们不解释了好 基本上就是有一共一共14笔资料 那这边的545呢 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年龄里面呢 青年占了几笔 中年占了几笔 老年占了几笔 好因为刚刚有解释过 这个所谓的 呃内在资讯 他要计算的就是你有几个特征 跟每一个特征下 好一共有多少的这个资讯量 好表示说这个特征之下 好可能有多少笔资料 所以呢需要这些资讯 然后呢列出这样的公式 去计算出他的内在资讯 好那这样等于1.577 好所以公式呢 基本上也是带过带进去的话 其实是计算上面不复杂的 所以呢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Excel上面 好我一样写了一笔 好这也是方便 同学接下来你在收入 学生跟信用平等的情况下 好可以透过把这个公式带下来 然后分别根据收入跟学生 跟信用平等的特征状况 来修改这个公式好去计算 我们的收入跟学生跟信用平等的 这个内在资讯好那公式呢 就快速看一下吧 好青年 中年老年分别是五笔四笔 跟五笔 好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 一样好三组公式 第一组公式呢就是十四分之五 十四分之五 第二组呢好就是十四分之四 十四分之四 好第三组也是十四分之五 好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 等一下我要去计算后面另外三个属性的情况下 我怎么修改这个公式 好那就麻烦同学一样好 根据我这个公式呢 把后面这三个内在资讯完成 好最后一个也是在做决策数分类里面 决定哪一个属性呢是最重要的 最优先去做分裂 好也就是一棵树里面最上面那一个node 好那个节点的属性的一个决定的关键因素 或者是关键指标就是这个 好IGR 好那这个IGR呢 它的中文叫资讯获益率 好基本上呢 有这个指标的原因呢是因为 如果照我们刚刚介绍的内在资讯来看的话 如果用内在资讯来做成数 是否要当成优先节点 来做分裂的情况下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难道今天我的这个属性它的特征越多 就越被视为一个最重要的属性吗 其实不见得应该不进来 好可是如果照我们原来的 刚刚所介绍这个相关的指标来看的话 如果单单采用内在资讯 好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spread info 好这一个指标去做 数的分裂跟决定数的重要的属性的话 只要是 这一个属性它的特征越多 那我们的决策数在建立的时候 就会直接把这样的一个属性 拉到整个数的最上层 相对的把它视为就是重要的特征 好那在某种程度上 有时候可能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预测决定 好所以呢这个IGR 其实就是为了平衡这件事情 它怎么做 或者是它的公式是怎么样的去 呃 去制定的 好原则上它的公式用到 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计算过的这个结果 好跟就是gain 好就是我们的 呃 资讯获益 跟这个spread info 就是内在资讯 透过我们刚刚计算的这两个值去做这个 呃 去做这个除的动作 那基本上 浮出来呢就是一个IGR 好那相对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公式的情况下 这个spread info 好就是内在资讯 它只要越大 是不是代表它的IGR就会越小 换言之内在资讯如果我今天因为我的属性特征越多 导致内在资讯越大的情况下 那相对的 如果它今天放到IGR的公式上来看的话 因为它越大 好会导致这个IGR值反而缩小 这样子 某程让其实就是 呃 弥补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好我们如果单单用所谓的内在资讯来当成 是否判定它为重要属性的这样的一个 标准的情况下 好 呃 可能造成错误的这个预测结果的这样的一个情境 那这样的一个公式的表达的话 可以用 对于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做一个相关的 相对的弥补 好所以呢 最终最终为了要计算所谓的IGR值 所以前面才会需要计算所谓的 呃内在资讯跟 呃就是这个资讯获益跟内在资讯这两个值 好 那原则上呢 这个IGR算出来的结果某程度上真的就是 呃代表最终的结果 好所谓最终结果就代表说 如果今天我们刚刚那个 呃例子 有四个属性的情况下要去分 去建决策数 好来找这个分类的结果 那理论上 你所算出来 算出来的四个属性呢 IGR值越高 理论上它应该会出现在那棵树 的最上面那个节点 也就是可能会出现在root上面 好就是根节点 好那顺带一提 哦 当今天这个属性被优先选择 呃为重要节点以后 它就要开始做分裂嘛 好就是根据你的特征的数量 好开始做分裂 那这边呢 有特别提到哦 分裂后如果发现这个属性的 某一个特征 好比如说 呃 呃年龄是老年 好这个特征 已经是纯的的情况下 那它就会产出一个业节点 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分裂了 好 那为什么 呃 什么样的情况是纯的 就是它根据你的大量的资料 发现说 只要符合这条规则的情况下 都是呃 会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等于就是 比如说 呃 它分出一个业节点是 年龄都是老年 然后发觉呢 诶 老年 找出来的 可能有70% 80% 甚至更高的比例呢 基本上都会购买电脑 好假设是这个样子 那 最后它就会产出一个 是否购买电脑 然后是是 这样的一个业节点 那相对所谓的不纯就是 当它找出了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情况 比如说是否购买电脑 诶 它发觉 呃 在年龄是一样 是老年的情况下 发觉可能有 有60% 会购买 40%不会购买 你如果要继续判断说 那到底 呃 这样的一个资料 会不会去购买电脑的话 可能就要继续找下一个属性 比如说 找这个收入 找这个 呃 过去的信用状况 好等等之类的 好 那如果找到了类似 呃 可能适合的下一个属性 好去做分裂的情况下 那下一个属性就会变成 呃加入进来 好变成我们的第二层的这个节点 那相对呢 下一层的属性怎么找 当然就是搞 找这个 IGR值 是算出来是第二高的 好来做我们第二层的属性分裂 好 这个是IGR简单的概念 那一样我们来看它的计算方式 好那其实刚刚公司已经给同学了 理论上照我们刚刚Excel的操作 你会算出每一个属性 它的Gain值跟SplitInfo 好我们的内在资讯值 这两个值只要一代 好基本上你就可以算出每一个属性 好它的IGR值是多少 好 一样哈 呃年龄的例子 我们回到Excel这边看一下 也是一样 原则上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的这边 都已经计算完的情况下 理论上 年龄会获得年龄的 呃Gain值 跟这个SplitInfo 那相对的 资讯获益一除就出来了 好那相对的 你其他几个都有算的话 其他几个都已经算出来的话 这边下面一拉 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 好完成这一个 每一个属性的IGR的计算 好 那你计算出来以后 来给同学看一下 最终的结果呢 通影片上面是有的 当然我也希望你们在 Excel上面是透过公式 来完成这个计算的 好那计算出来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排名 IGR的排名是这个样子 好那 如果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我们通影片上面 这个资料呢 把它Copy到 这个 或是Excel上面 刚刚Excel上面已经有这个资料了 我们把这个资料 好直接把它转成CSV档 你可以试试看呢 丢到我们的维卡上面 然后呢 根据我们等一下会交这个决策数 你可以来看看 是不是 跑出来那棵树呢 最上面的那个节点 是年龄 好 因为年龄的IGR是最高的 好最大的 好最后总结一下 在决策数建立上面的四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四个 那 这个Entropy 就是资讯商 基本上它是用来评估每一个资料的属性呢 它拥有的特征集合的纯度 好相对的就是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如果你今天的资料好看起来很庞杂 隐含的资讯量非常多的情况下 就代表说这个特征 好应该说这个这个这个属性 好它的纯度越不纯 好那相对的这个 越不纯的属性呢 基本上它的伤值就会越大 那也代表呢这个资料的不确定性就是越高的 好那再来 呃我们刚介绍的第二个 就是Information Gain 好资讯获益 它来代表的是属性特征的多管 好所以呢 属性特征如果越多的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属性呢 就会存在更多的资讯量很合理嘛 好你今天特征只有男跟女 跟你今天特征是 比如说收入 有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收入 然后中高收入等等的 这样的分类可以让你的分类结果 好最后跑出来那个角色数 更精确的掌握就是怎么样的属性的消费者 好它会有怎么样的这个行为 比如说 会购买电脑 不会购买电脑 或者是 会拖欠债务 或是不会 好类似这个样子 那就代表说 特征越多的话 它应该会有更多的资讯量 好再来内在资讯 好基本上呢 它就是 就是在算这个分裂的信息量 那概念上面就是一样 如果我今天 属性要去根据特征去做分裂的情况下 每一个属性 好不应该这个属性下 每一个特征 好它大概有几笔 也就是它的这个 分支的这个数量信息 或者是尺寸的信息 可以透过这个内在资讯 把它计算出来 好最后就是最重要的资讯获益 好两者一相处 好那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来决定决策数的 优先分裂的属性 好是哪一个属性 好那这是四个决策数建立重要指标的 时候会参照的 好那我那还有提到 就是当然最重要的目标是在算 IGR值 好那最后我们稍微快速看一下 这个决策数分裂的优缺点 好那优点的话就是基本上 好分类呢 可以透过视觉化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Decision Tree 好快快速的看出来 我要的这个分类结果 好它的Rule 好整条树的这个这个Rule 好长什么样子 好就是每一个每一个数字 好造成了这个结果 好来去做判断 那相对的 它的处理过程演算过程的 基本上其实蛮单纯的 好算蛮单纯的 所以呢它的演算处理的时间 不会到太长 好然后呢 呃优点是可以处理所谓的间断型资料 那事实上 我们的C4.5或者是决策数演算法呢 事实上不是只有只能计算这个 间断型或是类别型资料 如果你今天的资料好有连续型 也就是说你今天年龄年龄不是用青年中年老年来分 你的年龄是实际就是输入数值好 25岁27岁 类似这样的情况下 决策数呢 这个演算法不是不能拿来就是做后续的分类 好只是呢分析出来结果有时候很怪 好会有时候很怪 我不希望他这个切割的时间是落在比如说25岁 可是呢因为你资料的这个分布的关系 所以导致呢他就会帮你切割自己帮你切割 这个连续型资料偷偷从可能某一个值来做切割 然后切成就是大于25岁小于25岁 好类似这个样子 好会导致这样分析的结果可能不是我们决策者要的 好所以呢对应到他的缺点 数值型的资料好 第一个哪里处理 第二个应该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去处理他的话 或者是你今天要你今天就是不做那个处理 就直接去做分析的话 就会出现我刚刚说的状况 分析出来的结果根本不是我们消费者想要的 好是那个分析者想要的 好那再来 如果你真的想要处理的话 当然不是不行 就是像之前教过同学的我们的资料前处理 你必须要先根据你的资料分布 了解你的每一个连续型栏位的属性 连续型属性的相关的这个 那里面的里面的资料特征 然后自己来决定说我应该要怎么分 把它分成就是各个类别 类似把年龄转成青年中年老年 那我要用什么样的年龄当成依据 来做这样的区隔 就变成是要由人工来做这个决定 好所以呢在处理上面就会非常多的复杂点 好非常多的可能就是困难 好困难困难在里面 好那最后一个缺点呢是 如果你今天分类那个目标 好类别太多的情况下 错误力会更加提高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 动物特征好各个动物特征 有没有毛色有毛发或者是毛色是什么 或者是吃草吃吃肉 或者是其他各种特征 特征属性 然后呢最后分类目标类别呢 的动物数量可能多达十几种 那这样结果会导致 他根据前面那些属性特征来做预测的情况下 好常常会出现这个预测错误 好预测出他是一个错误的动物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在 动物那一个分类目标的属性来说 他的包含的类别太多了 包含动物的类别太多了 好所以呢这个决策数好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